柯文哲現在把責任都推給你 你會不會覺得很委屈啊 面對媒體問話不發抑鬱 會計師端木正捲入柯文哲假帳案 十四號遭檢方約談 經過一中晚覆訓 十五號上午六點半 半保離開臺北地檢署 原本檢方預令兩百萬交保 端木正因為籌不出錢 降為一百萬 要不要澄清一下 同樣涉案重大的李文君 是牧口公關公司負責人 訓後被依一百五十萬交保 在親友陪同下遮臉 快不離去 端木正和李文君兩人被交保之後 除了被限制出境出海之外 檢察官也要求他們兩個 透過視訊來定期報到 檢察官會分別給他們兩人 一人一支手機 透過科技監控 要求兩人向監控中心來定期回報 冤枉嗎 還好啦 那覺得這個案子 這裡有什麼 那就接受吧 叹氣離開地檢 柯文哲進總裁務長李文中 也是李文君的親哥哥 以證人身份道案訓後請回 時樂和尼奧負責人戴力林 也被列為證人 負訓後請回 北檢十四號大動作搜索 共約談兩名被告和四名證人 但其中兩位卻在訓問後 轉為被告 木客公司負責作帳的員工何愛婷 從證人轉被告訓後五十萬交保 另外端木正的助理陳維宣 也被列為被告 無保請回 木客透過律師對外聲明 強調所有往來賬物一切合法 外界質疑負責人被約談是誰授權聲明 對此律師事務所回應 早在搜索時李文娟就已經授權 並表示會全力配合檢調偵辦 假戰案延燒隨著相關人士一一遭約談 檢防下一步不排除傳喚柯文哲和黃山山